《传歌》这首曲子是教育部2002年的时候 违约我创作的作为2003年出院比赛的一个指定曲 当时写这个曲子的时候 考虑到希望能够这个乐曲和新加坡的有所关联 那么当时就考虑新加坡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 所以考虑了用一个大海这样的一个主题 作为这首比赛曲的题材 这首曲子其实在乐曲的分析 或者是乐曲的一些仔细的一些演奏的有一些方式 我们在总谱的前面已经有所说明了 那么我考虑主要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曲子是跟大海有关 所以所有的演奏的段落都要考虑到跟海有关的一个想象 比如影子的笛子应该想象到大海的辽阔 那个影子前面的弹波的流动的那些阴形呢 应该考虑到和大海的这种律动有关 那么第一个主题是一个深情的一个主题 那么这个当中也是要考虑到是在海的一种小的波浪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歌唱 那么当中的第二个主题呢是一些很小的素材 那么这些小的素材呢 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来观看 看到那个渔民在那个劳动的那个一个场景 所以整个的演奏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 那个跟海有关的一个图画吧 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跟那个海有关的一个想象以外呢 因为这是第一 这是一首很简单的乐曲 第二呢就是描写的是一种渔民的劳动 那么整个的我希望是一种比较纯朴 比较简单的一种表演方式 而不是一种过于造作的一个演奏 那么另外一个呢 要注意一个各个段落之间的一个联系 最后呢就虽然我是在乐曲说明 讲了一些关于这个音乐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作为一个乐谱 这个这首曲子的那个创作者来讲的话 这是我是写出的一些基本的一个音符 但是作为演奏者来讲 这是第二次的创作 所以你们可以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 使得这个乐曲有不同的光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